我們接下來要上個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我們前面學過電流會產生磁場 我們又學過兩個磁場 兩個磁鐵彼此間會相吸或相似 所以你就可以猜想得到 電流在磁場中就會受到作用 這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電流既然會產生磁場 那麼它碰到另外一個磁場 兩個之間就會產生作用 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就是我們要學的重要內容 那麼基本上國中不做任何形式的計算 不會確實的問大小 最多就是問它跟什麼因素有關 這個大那個會大 這個大那個會小而已 那重點都是方向 基本上它就是會跟電流跟磁場成正比 電池交互作用 有電流有磁場產生作用 所以當然會跟電流大小有關 跟磁場大小有關 不太去做計算 所以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你就只要知道垂直最大平行不受力就可以了 平行不受力就可以了 OK 這就是我們的所謂的跟角度有關的重點 有關它的重點OK 那麼重點就是這個方向 基本上一個叫電流 一個叫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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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方向是兩兩互相垂直 我們用了用安培右手定折 對不起講錯話 右手開掌定折 來決定我們的受力方向 就是把我們右手伸出來打開 像這樣 右手伸出來打開 那麼大拇指 大拇指 電流的代號是I I就是我 我最大 大拇指最大 所以大拇指就代表電流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就代表電流方向 四個手指都併用的就是磁場方向 磁場方向 然後呢 你去敲東西去打人的時候是手心在用力 所以手心就是所謂的受力的方向 所謂受力的方向 所以叫做右手開掌定折 我們的大拇指代表電流方向 另擁指指代表磁場方向 然後呢 手心就代表的就是受力方向 像這張圖顯示了一樣 這張圖有個電流從左流到右邊 所以大拇指就朝右 然後呢 我們的磁場是從N級到S級 圖上的N到S是朝向上方 所以並容是指朝向上 手心就是出指面向我這裡 朝向我 所以感覺受力就是朝向我 出指面的方向 就這個圖上所顯示的 右手開掌定折 決定了我們的受力方向 OK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決定方向 那麼 電跟磁要有作用 基本上但是要有電也要有磁嘛 所以才會有電磁交互作用 這個電子的是電流 所以要會動的電 要有電流 靜電是沒有的 靜電是不會有的 那個電如果沒有動 不是電流 它是不會受力的 所以第一個要有電流 第二個剛剛講過了 平行是不受力的 垂直受力最大 如果用磁力線來講 就是要穿過磁力線 要穿過磁力線 平行磁力線就沒有 要穿過它 切過磁力線 這樣子就是說 不能夠平行的意思 不能夠平行的意思 OK嗎 好 最後要問一個 小 要請各位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們講過的話 我們講的叫電流 電流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那題目可能給你負電 你叫記得反過來 電流由東向西 電子流由西向東 有個電子由南向北 表示電流是由北向南 要注意它正電流動的方向 那麼再來要再次說明 因為我們在磁場中受力 我要比磁場方向 磁場的方向在磁的外面 裡面是從N級到S級 裡面是從S級到N級 這是要注意的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電流在磁場中受力 請問你誰會給我們磁場 電 誰可以電流很好 還有嗎 誰會給我們磁場 電流給我們還有誰 磁鐵啊 磁鐵給我們磁場 還有嗎 還有一個很大隻的 地球 天然磁鐵可以給我們磁場 地球會給我們磁場 載流導線會給我們磁場 所以等一下題目有 電流是放在磁鐵旁邊的 磁鐵給我們磁場 有個電是穿過地球的 地球給我們磁場 我把一個導線 放在另外一個導線旁邊 導線給我磁場 導線給我磁場 就有這種不同的 給我們磁場的來源 來源就這個 讓各位了解一下 重點就是 右手開掌定則 了解誰代表電流方向 誰代表磁場方向 誰代表磁場方向 誰代表受力方向 好嗎